这一节我们看一下OF的工作界面 首先我们先建一个合成 这边1080P的大小确定 那我们右键先建一个纯色 选择黑色确定 确定 纯色的名称和OF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们在这个右侧的效果中 也可以找到我们的OF 那这边我们可以找到VC 这边Optic Flare 直接拖动到我们这个黑色橙色 默认情况下呢 我们又看到了这个非常漂亮的光运 那我们点击下Option 进入到它的完整设置 这边我还是放大一点 方便我们看到完整的区域 那首先它分为四个核心的部分 左边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核心的预览区域 你可以拖动鼠标左键 看到它的变化 然后这边我们也会看到一个 亮度和预览大小的一些参数 你可以调整这边的预览亮度 查看这个光运的亮度变化 或者说预览的大小 首先你的亮度我们看一下 很亮的时候 你还可以去调 它自身的这个大小 很小的时候到很大的时候 也就是说相对于说物体的大小 上边相当于说亮度的大小 然后我们还可以显示参考线 显示出一些安全参考范围 也就是说我们有些电视呢 是4比3 有些呢是16比9 可以看到中间很小的这个区域块 那如果你超过我们这种 4比3的这种电视块 它可能说你就看不到了这个灯光 所以如果你做效果的时候 你一直在中间做 你就可以做到所有电视呢 都可以看到 当然我们现在都是全高清标准 没有必要去参考这个参考线 右边有这个位置 X位置的调整 Y的调整 当然没有鼠标来的方便 那这个显示BG 如果直接去点击显示BG 它是不会显示的 我们先把这个插件 OK取消一下 在我们图层的左边 有一个背景图层预览 默认是关闭的 所以你在这边选择 那我们这个E的下方 没有任何图层 所以你不会看到 这边我们看到 显示的方式是圆 也就是你原始视频的方式 我们还是进入到素材 我们来进入到之前 我们用的素材 或者说我们随便拖一个素材 到你纯色层的下方 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素材之后 放在下边 然后你再选择上边的插件 这边素材选择我们刚刚导入的这个视频 然后再进入选项 然后我们再勾选显示BG BG就是Background背景 然后你可以移动 继续查看 这个光运在背景上的一个变化 那我们在它的右边这一块编辑器中 看到的是一些普通设置 蒙版的设置 光运纹理的设置 包括色差还有颜色 五大区域的一个设置 这是它全局参数中的设置 如果你在左下方 默认的这些光运类型中进行调整 首先你看到这些英文可能不了解 这些光运是什么样的类型 我们在右边可以看到 浏览器中基本图形中 一共有12个类型 那这边呢 我们把它的这个默认的BG背景关掉 系统在第一次加载的时候 并没有按照中文汉化的名创进加载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这边可以点击插号把默认的光运一个一个的删除 当你看到12种元素全部删掉之后 这边的光源就变成了完全没有了 那全局参数 它是整体对视频进行叠加使用的 我们可以加一个辉光 那你看到辉光的名称出现了 在这边显示出来 可以再显示我们的背景 查看它的范围 然后我们可以说再加一个这种灰光 类似于彩虹的灰光 可以看到它的类型 那么我们再加一个这种光线 或者说再加一个圆环 不需要的话可以删掉 然后全局参数呢 给的就是它的叠加模式 或者是绿色模式 可以看一下叠加相对来说亮一点 绿色相对来说暗一点 我们还可以去保存自己的预设 我们可以隐藏所添加的元素 单独显示所添加的元素 然后是删除 左边会有它的这个亮度的控制 你可以看到这个单独的元素的亮度 单独元素 它的一个亮度 它的一个缩放的大小 然后我们选中每一个不同的元素 那你右边都可以对这个元素 进行不同的参数控制 所以我们看到OF 它对每一个空间的参数 都提供了非常精准的控制 当然很多参数呢 都是完全相似的 所以你不用担心这个参数呢 很多 12种类型参数都是非常相似的 那右边会有基本图形的一个自定义 也就是基于我们这12个类型 演变出其他的各种不同的类型 可以看到它的类型呢 就会更加的丰富 比如你选择这种 比较软的光源 那你可以隐藏某一个 那这个光源选中之后 我们也可以去调整它的这个亮度 或者是它的缩放的大小 让光源产生另外的这种形态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 又非常的有趣 然后这个对象选中之后 右边还会有它的各方面的一些参数的控制 这些我们在后边呢会慢慢的细长 这个是基于12种形态 演变出来各种不同的图形 你完全可以自己去自定义 然后最右边呢会有我们的预设浏览器 那么插件中会带有很多做好的不同类型的灯光 我们可以点击 你点击某一个左边的类型呢就会自己切换 所以我们不用考虑这个名称 这个是一种类型 那我们可以 这边点击后退返回上一个 看一下另一个类型 如果我喜欢这个类型 点击一下 看一下它的这个状态 那组是非常多的 我们再返回上一集 我们再点击某一个类型 然后我们继续返回上一集 看一下这种非常强烈的方式 比如说这种红色 作为我们这个激光 绝对是非常的漂亮 如果配合跟踪的话 绝对可以做出非常漂亮的 我们这种枪鞋跟踪的效果 所以它的参数呢很多 后续我们慢慢去讲 这样我们知道 它的四个核心面板 右览区域 编辑区域 加上全局的灯光的一些控制区域 右边是一些基础元素 和预设的区域 最上边呢 我们还会有清除所有 我们可以将下边 这些类型全部清除掉 这些类型都可以随机的 拖动改变位置 最上边就是我们看到 预览区域的开启关闭 下面这些元素的开启的关闭 右边属性的开启关闭 浏览器的开启和关闭 所以你分辨率够大的话 可以全部都显示出来 这边我们就确定一下 了解了它的面板之后 那因为我们这边设置的是黑色 我们改成透明 就可以看到光运的一个诞生 那左边呢 还会有一些控制 提供更方便的 关键针的控制 方向的控制 位置的控制 也就是光源中心点的一个控制 两个参数呢 会控制不同的范围 我们这个光源亮度的控制 它的一个大小的控制 当然参数很多 我们还是后边逐一的去学习 它的这些用法 包括颜色 还有它的一些动画的演变 位置的方式 遮罩 包括灯光 这个都是它的一些 控制面板的前期的属性 我们在下一节的理解下 这12个核心的元素组件 到底呢 怎么样去控制 它因为受理解下来 看看这到底是什么 我们再进行弹力 然后再进行弹力 当大回应联系 我们再进行弃 我们再进行弱